上周日小廖打车去渔航林平的公司加班 路上和司机发生了一点摩擦 下车后发生的事让他有些后怕 我接通我老公的视频 然后我对着我自己的时候 我看到我那手机的那个框里面 后面就出现了那个滴滴司机的那个脸 然后我很害怕 我吓了一跳我就转身 看到他离我很近很近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这个第一次就跟着我到楼下了 我这么说 然后他就说对我就跟你到楼下了 然后他就这样站着 这样这样然后看着我 他说怎么样 他说我今天就算不上班 我要过来这边弄死你 小廖说当时他没和对方过多争吵 直接找到了厂区传达室报警 同事也下来了 双方的冲突没有升级 后来民警到厂为双方进行了调解 事情的起因 小廖说是因为止路 因为我上了车之后 我就问了他一句 我说师傅 我说你这边的路熟吗 他说熟的 结果后来走走走 他自己走到一条那个拦住的路下 他说你看这里拦住了 我说哎 我说师傅你不是很熟这条路吗 我说可能是我这句话有点惹了他 可能有点不开心了 小廖说上周日早上八点半上班 出门时有些晚了 他比较着急 看到司机走错了路 就自己指挥了起来 然后绕出来之后 他就在那抱怨说 他说今天早上 你遇到你这种乘客真的好倒霉 他说我要跟那个 弟弟公司报备一下 他可能怕我投诉他绕路之类的 然后我说我还没有投诉你 你就要投诉我吗 我说那你靠边吧 我说前面公交车站靠边 我下车了 我不坐你的车了 小廖说他下车的位置离公司只有几百米 快走到办公楼时 忽然发现那名司机就跟在身后 然后我也很担心他 万一后面还过来找我麻烦 我也 所以我现在我已经跟公司 我已经跟老板娘辞职了 只是老板娘一直在挽留我 但是我自己也很害怕 昨天晚上一晚也没有睡着 小廖工作场区的监控画面显示 17号早上8点35分 小廖叫的车停在了厂区外的公共停车位上 半分钟后 小廖从另外一边走进大门 这时 司机也离开车辆走入厂区 从另一个角度的监控看到 8点37分 小廖发现司机跟进来后 双方在办公楼前有一些交流 随后 小廖到传达室报警 当天打车的订单 小廖还没有支付 点进软件还可以联系到司机 对方表示他确实说过不好听的话 但进入厂区是去找老乡 胡师傅说 他是从楼上下来碰见乘客的 与监控不符 记者从南院派出所了解到 民警当天已经对胡师傅进行了劝诫 发生一些纠纷的 那么建议我们乘客 一个要双方真直之化 要理性 要理性的对待 和平的处理 要有守法的意思 我想是对司机 也是这方面的一些建议 一些要求 记者把小廖的打车遭遇 反映给了滴滴出行 杭州公司的工作人员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